好 再来看到呢 在今天就是2024的总统大选登场了 那么当中我们来看到章鱼歌 被称为章鱼歌就是在台北 在士林区的天狱里 因为在多次的选举当中可以看到 他都能够很精准的预测选举结果 所以被封为章鱼歌这样的一个神预测封号 我们先来看到在2022年 在台北市长的大选 你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候选人 也是当选人蒋万安 最终他获得的这个得票 我跟这个天狱里开出的票 相差不到一个百分点 误差不到百分之一 那么再往前来看到在2020的部分 好 在2020的部分 这个时候总统大选民进党的蔡英文跟莱清德 在天狱里是获得了大概55.31这样的一个得票率 赢过了国民党的韩国瑜 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天狱里的部分 好 在天狱里的部分 在这边好 误差也是蛮低 也是很接近 那么同时再来往前看到是在2016 当时蔡英文对上的是朱立伦 那么同样在天狱里在这边能够开出的这个得票率相差呢 在52.49跟实际上56.12好 都是一样 这个差距都是挺满小的 虽然误差大一点点 但是呢 还是成功的预测了最终的结果 那么再来看到是2014 2014台北市长的选举 在当时柯文哲跟联盛文 那你可以看到天狱里在这边 一样误差值非常的小 结果呢 也是一致的 所以在今年大家依旧也还蛮关注 在这个章鱼哥台北天狱里 在这一次是不是也能够再次的审准来预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